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接連赶场助讲 一度失声的言清彪 还是听得出来 喉咙卡卡的 面对对手 激进党候选人 陈博伟挑战 在脸书公布民调 释放双方差距 急速缩小的讯息 甚至暗讽 言宽恒被家族设立 和地方派系绑架 做爸爸的说话了 言坤人自有自在 他要到什么地方 去肯托什么地方去拜访 想他是自由的 他并没有被家族 被兄弟姐妹绑住 气言宽恒站台 比当年自己选还更拼 压力大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执政党从上到下 全力在帮对手拉抬选情 博伟加油 博伟加油 22号当晚 看见总统府秘书长 陈菊来加油打气 让压力爆表的陈博伟 在造势场合上爆哭 但国民党桃源市议员 詹江村却在脸书痛批 说陈博伟的压力 才不是因为言宽恒 而是被爆料 他曾经在大陆当过洪干 他会刻意的诱导对方 讲出类似 台湾主权之类的话语 然后就告诉对方说 要检举他是在台湾搞台独 而对此 陈博伟不满遭抹洪 指出已经对詹江村提告 并且提出民事求偿 洪干这件事情 你要提出证据 你的洪是什么洪 然后这个 你如果说我是基进红的干部 那当然没问题 你如果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 那我跟你讲 我绝对告死你 强调一切都是不实指控 陈博伟要用行动捍卫 自身清白 随着选举日越来越近 双方人持续隔空较劲 记者韩志欣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